開學第三天 慈濟志工問起小朋友的心情 大家高興的笑 雀躍的跳 謝謝 大家 謝謝 恭喜 我請教學 教學 謝謝 教學 教學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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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等待老師上課之前 有些學生迫不及待拿出紙筆畫畫 另一個教室慈濟志工先來一場 禁思與教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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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 這個沒有圍牆的教室 是在地居民自行搭建 有磚牆屋頂的 則是NGO團體援助 我真的想說 我想說 我們可以在地居民 我們有很多學生 能力的才能 可以找到 但是如果我們有助 我們也能支援 配合 我們可以在授業 我們可以去做 我們可以做 我們可以做 所以我們可以做 這個場地 因為我們在校船 我們可以做 很大的 很大的 打造更好的教學環境之前 課業仍然不能中斷 慈濟志工送給拉梅高小學 三天份的豆子和玉米粉 學生則一人帶一支木柴聚集起來 下午將有家長來煮熱食社區共享 大愛新聞之上美志工 廖宥仙 林維陽 江文龍 莫三比赫報導